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毕竟奶茶妹妹尝得这么漂亮 刘强东在两盲也不至于找个差那么多的 不过也有很多网友认为刘强东如今商业帝国做这么大 很可能是被设计的 当然这件事真相到底怎样 我们都还不从得知 可是这件事的风波还没有完全过去 商业圈里的史玉柱今天发微博趁最近遭受人身安全威胁 网络谣言攻击 并且趁这些谣言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 特意扁损公司名誉企图在某商业活动中牟利 并且趁公司已经报案 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过网络上的确是散布一些关于巨人网络公司停牌的消息 说到史玉柱 很多人都知道 一名相当成功的商人 就像我们每年过年都听到的那句 今年过年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白金 就是他旗下的产业 不过这几年史玉柱早就难理俗事 把公司交给手下打理 就像他微博名字一样 成了一个大闲人 但是即使是大闲人 也难免被扯进风波里 如今逼得史玉柱本人 不得不亲自出面否认这些事 不过也由网友神回复 是不是总穿红上衣白裤子太显眼了 玩笑归玩笑 不过如今网络暴力 真是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就像娱乐圈很多明星也曾经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网络暴力和谣言 像前段时间的范冰冰事件和赵丽颖怀怨